欢迎来到成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力热吧 张鑫诚被曝领衔 张艺加盟女刑警队场即将启动 迪力热吧可以算是如今娱乐圈炙手可热的人气小花 无论是红毯还是银屏 只要她一出场 总能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不过迪力热吧从未营销自己的美貌和人气 反而用心沉淀自己 不断磨练演技 成为了一个备受观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 但是今年迪力热吧迟迟没有进组 让很多观众略显遗憾 不过迪力热吧一直是一个很有想法的演员 她想突破以往的角色形象 挑战不同类型的作品 因此迪力热吧才会迟迟没有进组 最近迪力热吧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让很多观众备受期待 迪力热吧张新成被曝领衔 张艺惊喜加盟女刑警队长即将启动 对于迪力热吧而言 她在仙侠剧 全魔剧 偶像剧 甜宠剧领域 已经有了很多代表性作品 因此迪力热吧更期待自己在农村剧 年代剧 行侦剧 悬疑剧领域 拥有自己的代表作 网传行侦剧女刑警队长的女主 已定迪力热吧 这次迪力热吧首次挑战行侦剧 肯定会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体验 女刑警队长是一部很有质感的作品 主要讲述的是女主在打击犯罪 维护社会安宁的公安一线 工作岗位上忠诚职守 忘我拼搏的故事 从外形形象来看 迪力热吧长相大气 非常适合刑警队长这一形象 其次 迪力热吧的打戏行云流水 他加盟女刑警队长肯定会带给观众很多惊喜 与此同时 迪力热吧的演技也很精湛 肯定会为女刑警队长这部作品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 由于女刑警队长是一部正剧 所以该剧在选择男主上 更侧重于男主硬朗又正气的气质 网传该剧的男主正在接触张新成 对于张新成的颜值和演技 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从大宋少年至到以家人之名 再到县尾大院 张新成的演技一次比一次惊艳 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 张新成以男主的身份加盟与刑警队长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 肯定都不会让观众失望 再加上迪丽热巴和张新成又是首次合作 肯定会带给观众全新的CPU体验 《女刑警队长》除了有迪丽热巴 张新成这两位人气演员加盟外 该剧还邀请到了张毅这位影帝 张毅的演技 可以算是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他主演的作品 几乎都获得了口碑与收视的双丰收 比如鸡毛飞上天 辣妈正传守护丽人重生之门等等 这次 张毅加盟女刑警队长肯定会大大提升该剧的质感 再加上张毅此前在重生之门中就饰演过警察 这次他再次饰演警察 肯定会大大提升《女刑警队长》这部作品的热度 《女刑警队长》已经进入筹备阶段 将于今年2月底开机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47岁黄海波近照曝光 衣着简朴身材发福 如今靠开培养般为生 黄海波2001年因参演激情燃烧的岁月走上了演艺道路 曾出演过新上海滩媳妇的《美好时代》 《永不磨灭的番号》等作品 2014年黄海波和高圆圆主演的《咱们结婚吧》 火遍大江南北 黄海波走红之时 2014年5月因犯错误被抓并关押半年 事后黄海波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 直接承认了错误 黄海波出狱不久 便与女星曲姗姗低调举行了婚礼 2015年年8月6日 黄海波晋级当爸爸 一家三口幸福美满 日前 长春国贸看到一组黄海波的近照曝光 照片中黄海波身穿卫衣休闲打扮非常朴素 身材已明显发福 看起来状态不错 据悉 黄海波目前开设了表演培训班 为学生做辅导并亲自授课 由于是小班制 所以课时费并不便宜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 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明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